這邊我來介紹 那今天在參觀3C呢 帶來一隻新玩具 是廣頂的雪月獵虎電忌滑鼠 型號是F-XR-BN11 那我們現在在參觀3C的網頁呢 有針對這隻滑鼠做相關的介紹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這裡有這隻滑鼠相關的照片 那這隻滑鼠 主要是提供給電忌玩家使用 所以它的外型在設計上面呢 會比較符合遊戲的這種酷炫的感覺 那所以可以看到 譬如說電忌滑鼠呢 基本上一定會配備相關的LED的燈光 所以在這滑鼠的滾輪的部分呢 這邊有LED的背光 那在鼠腹的部分呢 除了有廣頂本身 它的XX的標記的LED背光外呢 上面還有一個V型的這個LED背光 那這個V型的LED 它會隨著滑鼠在切換DBI的不同 產生不同的顏色 那也有具備呼吸燈的效果 那下面在手握的這個滑鼠鼠腹的部分呢 它這個有加寬 所以握起來其實很符合人體工學 那可以看到滑鼠的側邊這邊 也有那個網頁的上下頁鍵可以去做切換 那整體滑鼠看起來其實相當的不錯 那可以看到旁邊有這個相關的文字說明 那它說它採用精準的AGO 電機用的光學引擎 那最高可以高達2800DBI 所以說這隻滑鼠的話 它在一些大型的螢幕上面 操作其實都沒什麼問題 那它有 它的輪循率是500HD 所以它可以提升4倍的反應速度 那符合人體工學的外型設計 最適合遊戲操作 那它的 那個有內置的配重塊 所以 滑鼠在操作起來呢 會感覺比較穩重 那它有採用4色的背光呼吸燈 那這4色是隨著你的L 就是DBI的切換去更改 那相對應的BDI所對應的那個顏色 那它那個滑鼠的下面呢 有配備那個鐵芙蓉角 就是說你在那個滑鼠在操作 在滑行的時候 會更加的順暢 那它有採用長壽命的微動開關 那我不知道它這是採用歐姆龍的這個開關的部分 這就不知道了 那這裡的話呢 它的網路售價是新台幣539元整 那跟我們今天帶回來的價格是一樣的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那上面這邊呢 有針對滑鼠的一些說明文字 剛才我們其實都有看過了 那我們直接來看下面這個部分 那這裡有這個滑鼠使用的異式圖 那我們今天帶回來的 顏色是紅色 那剛才網頁上面看到的是這個應該是灰色的部分 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它下面這邊呢 有幾個這個大圖式 那DBI的切換呢 它有800、1200、2000跟2800 這個DBI的 不同模式的切換 那USB又採用那個鍍晶的那個USB接頭 那最大的話是2800 DBI 這是它的特色的部分 好那下面就是商品規格的部分 大家有空再看一下 OK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看一下我們今天帶回來的這隻玩具 那我們要調整一下腳架 OK 那在桌面上面呢 就是今天我們帶回來的這隻滑鼠 好那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今天帶回來這個發票 那這一樣在參觀3C 發票 那 帶回來價格呢 就是 539元 那一個 OK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是盒子滑鼠盒裝的正面的部分 那前面這邊也有做那個預覽的功能 可以讓你 手稍微去感感受一下 這滑鼠整個的 大致的大小 那可以看到它 這一隻滑鼠 以紅色的這個板型來講 個人覺得其實還蠻漂亮的 那這是它的側邊的部分 那這它底部的部分 好那這是滑鼠另外側邊 那它有紅色款跟 應該是灰色款 這兩款的顏色 那這是它側邊的部分 這上面的部分 OK那這是它的背後 那背後呢 有一些文字的說明 那有中文跟英文的對照 OK那這個它的特色 它有說它的DBI切換了 依照這個 不同DBI切換它的這個 色圈 攝像圈的這個不同顏色 那這是它的一些功能規格 跟相同性的一些說明的部分 好OK那我們接下來先把它 開啟 好那我們拿一下剪刀 好那盒子上面呢 先把它打開 好那有一個這一個 就是廣頂的這個 標誌 那我們看一下上方能不能把這個抽 抽出來 應該是這一個 把它往上拉 好 那這裡呢盒子上面還有一個東西 我們先看一下 有什麼 這個的話應該是它的 使用說明的部分 OK那這個它的一些外觀 一些說明書 還有一個保證書好 那這個滑鼠呢 我們先把它從盒子裡面拿出來 好 那其他這個我就放旁邊 用不到 好那這隻滑鼠呢 現在就在眼前 那可以看到 這個呢 它的紅色基本上 我覺得它的顏色圖的感覺 其實還蠻均勻的 飽和 那摸起來的質感 有一點磨砂的感覺 那個人覺得其實質感還不錯 尤其它的握感 其實整隻手呢 可以採用全臥室的 那我們看一下 那聲音是有聲音的 那按起來其實蠻 蠻輕的 不會覺得很重 那前面就是滾輪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正面的部分 OK 好那看一下滑鼠側邊的部分 那這應該就是上下鍵 那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是另外一個側邊 是另外一個側邊 好那我看一下滑鼠下面的部分 那這裡呢有 4塊鐵芙蓉腳 那這是光學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 看一下它的 滑鼠的 的USB的編織線呢 他是採用 這個就是一般電計滑鼠會採用的編織線 那這是鍍晶的USB的接頭 OK 那接下來我們把它 那個插上去 電腦看一下 OK 好那他現在已經有 那個呼吸燈的那個微亮的感覺 可以看一下 好那這裡的就那個燈光 好那我們把燈關掉好了 好就這就很明顯 好那說滑鼠說上面這邊呢 好燈光之外呢 那還有這個V型的背光 還有這個光頂X 那下面就是可見光的紅光 所以說他的那個光學引擎 是那個應該是紅外線還是什麼 那我看一下DBI的話呢 切換他可以有不同的燈光 顏色 好那現在就是又切另外一個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 那這個是藍色 這樣 這是應該紫色 後面上看不看得出來 好那可以看到這個其實 其實我個人覺得他其實還不錯 因為那個 他塗層的這個感覺 其實他摸起來其實蠻有質感的 那我個人其實蠻喜歡紅色的這種感覺 那算賣場上也有看到其他另外 他另外一款顏色 是覺得紅色這個感覺 比較能夠凸顯 這個滑鼠的外觀 好那我個人覺得其實這隻還不錯啦 那只是操作起來 還不知道是不是好不好用 好 那我們這邊呢就介紹今天帶回來這個新玩具 是廣頂的雪月獵狐電計滑鼠 那我們就介紹到此 好謝謝 謝謝